大家好 这下我们开始介绍 C++的函数重载和重载解析的概念 什么叫函数重载呢 就是在C++中 它是允许定义多个相同名字的函数 只要它们的参数列表不一样 也就是它们的亲名不一样 都是允许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称为函数重载 在C++中 函数名以及它的参数列表就构成了函数的亲名 比如我们上面这个 四个函数 它的函数名都是F 但是呢它的参数列表是不一样的 函数亲名 阻止不包括这个返回历程 和返回历程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函数 亲名不同,那么就是不同的函数 但是如果 函数名参数相同 那个返回历程不同呢 这个就是相同的函数 这个就是相同的函数 这样是不允许的 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一个这个函数 假如反复P 那已经是void的吧 然后一函数F rntA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F呢就是 这是一个函数 是吧,它的参数是空的 这个函数呢 参数有A 这个是函数体 如果函数没有函数体 那么这个叫函数声明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声明一下函数 说明在我们程序里存在这个函数 是吧 然后可能我们在下面 定义它 比如我们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可能在这里 上面声明了 但是呢下面 它的定义放在这里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不声明 然后你这里面如果用了一个 F 比如 一个整数3的时候 那么它就回 如果没有这样了 它BE期BE的时候 从上到下 那就很可能认为这个函数不存在 当年现在BE期是聪明的 也许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一根 哦 它在这里也不行 是吧 这样还是 说明BE期呢 它还是从上到下来 BE你的云程序的 所以它遇到这个F3的时候 它说 前面没见过F3 就带intl型的参注的 这函数没有 所以假如我们声明一下 这样声明一下就可以了 知道自己没错了 但是声明一下 假如你下面不定义这函数 也是错了 是吧 就是说 这个你说明它有这样一函数 声明的时候 这个参注可以省力 是吧 说明有这样函数 但是它最后在后面找 没找到 它也会爆出 是吧 你看在这里它出错了 就是 无法解析的web命令 就是因为什么 它虽然知道 这里面存在这函数 但是绝对找到 没找到这函数体 如果我们把这函数体给它 那么就不出错了 假如我们这样 那么也会出错 呃不出错 因为这里有函数体了 所以调用这个函数就是 调用它是吧 F3呢 就调用这个函数 所以它是允许一个多个 多个同名的 这些函数的名字都叫F 是吧 这个比如E叫F 假如你函数体的时候 一般这个参数你就要给它了 因为你在函数体 肯定要访问这个参数嘛 是吧 如果你生名的时候 这个参数名呢可以不起 至于参数名起XYZ 无所谓是吧 这个名字是无所谓的 关键是这个类型 要是一字 那返回类型 返回类型 假如都是一字的 我们让它是吧 所以这四个函数名都是允许的 因为他们的签名 也就是函数名和参数列表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假如调F3014 那么他就知道 3014是double 他就知道是这个 是吧 假如F3逗号4 他就知道是调用了这函数 但是假如我们写另外一个函数F int 比如E 这样行不行呢 这样就不行 因为这函数和这函数 或者说这函数 是相同的函数 为什么相同呢 因为函数名和 参数列表是相同的 也就是函数清明是相同的 函数清明是相同的 函数清明是相同的 这个是不允许的 这个叫重定日 就是说在这个座位里 出现了两个同样的函数 这个是不允许的 是吧 如果你这样 逼的时候它就出了 你看 重定日 好 这就是函数重载的这个概念 那么函数重载我们刚才看到了 有多个同名的函数 当当我们通过函数名调用的时候 怎么样 知道应该调用哪个函数呢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根据传递给这个函数的 适次参数的类型 去和这里的函数进行匹配 比如这里是inter 3 4 他两个发现这个是 居一加的匹配 然后呢他就确定是他 是吧 假如是F F30 F3呢 F3他两个发现是 和inter是居一加的匹配 F304和这是double居一加的匹配 这样他就丢用他 是吧 这样就是根据实质参数 去选择到底我这函数调用 是调用了哪个函数 这个编义器做这样的选择的过程 叫做重载解析 就是这个重载解析 关于这个函数的生 函数重载我们还要说明一下 如果函数重载和这个 空时的集合的时候需要支付日 一下 我们把这个支付效率 现在我们看一下 假如我们一个void的F 比韩子仍然叫F 它是一个int 例行的参数 是吧 我们假如参数就直接在这给他 然后还有一个呢 也是F 它是什么呢 Const int 那么这个 签名 这个说于不说于 重定进来 就这两个参数 是不是属于 同样的 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来编一下 编一下你看 它已经讲了 这个 在 比这个的时候 它说前面已经有了一个F int 就是说明这个 你这个 参数啊 不光是Const 还是LunConst 是吧 这个和有没有Const 是没有关系的 你加了一Const 它仍然认为是 你是 同样例行的参数 是吧 同样例行的参数 所以这个仍然是说 于重定义 definition 这个说是重定义 同样呢我们再看一个 比如我们是指针 假如这是一个指针 然后呢这个是 这个也是指针 但是 这里是一个Const指针 我们看这个 行不行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因为它们都是inter型的指针 是吧 这个是inter型的加成Const 所以它仍然认为是 这两个 参数是一样的 所以仍然认为是重定义 你看这个仍然认为是重定义 这个g也是 但是仍然是重定义 所以这样 就是说 参数的不同和这个参数 似乎是Const 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有关系的 指针类型 如果它是什么 它是指向呢 是一个inter 和指向呢是一个Const 如果是这样的 那就不一样了 这样呢 这个a说明什么 它是一个inter型的指针 而b呢 也是一个指针 但是它是Const 的inter型指针 这样两个就认为是不一样的 是吧 就它们指向的那个对象 一个是Const 一个是 LunConst的对象 那么这样的两个指针呢 认为它们是两个不一样的参数 所以这样的就 是允许的 重定义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只要编一下看一下就行 是吧 编一下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是引用也是的 是吧 假如一个f 也是G也无所谓 然后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是Const的对象的引用 那么这两个 就是什么是引用力量 是引用的Const对象 而a呢是一个 引用的是inter对象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 是吧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需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 对象本身是不是Const 这个 是没法区分这个参数的 比如这个 inter a 和 Const in a Const inter b 是吧 它对象本身是不是Const 是没关系 同样这个a和b一样 是吧 都是inter型的指针 一个是Const的指针 就这个b量子Const 一个是非Const 所以这个b量是Const和非Const 是 认为它是一样的 是吧 不是不同的参数 但是如果它指针的东西是 或者引用的东西是inter 是longConst 或者Const 这两个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这个引用的是Const 这个引用的是 非Const 是吧 这个指针是指针的inter 这个呢是指针的Const 这两个其实不一样的参数 所以这两个其实允许的 好 这就是这个 关于函数清明 什么叫函数清明 不一样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重在解析 重在解析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根据 因为 一个同名的多个重在函数 我们在调用这个同名的函数的时候 就会根据 传递的实质参数 去选择 一个赫色的这个 重在函数 这个过程 我们就用这个环灯片放一下 是吧 就是当有多个同名函数 函数时 便是会根据实质参数 就是调用这函数传递的实质参数 来选择一个G赫色的函数 这个选择G加的 重在函数的过程 称为重在解析 重在解析的过程 楼下色金 根据函数名 以及传递的实质参数 去确定一个赫群的PP的函数集 就是赫群的 就是和函数名同名的 是吧 参数数目一样的 而且每个参数类型 可以是相互转化的 这是函数 这样可能赫群的函数集里面 可能有多个PP的函数 然后呢下一名吧 如果有多个的话 如果这一个 那就没问题了 就它 如果没有 那说明找不到这函数 如果有多个PP的函数 那么还要根据市参和行参 PP的程度 来选择一个G赫的PP函数 PP程度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进去PP 第二种提升PP 第三种是标准总共PP 最后是自定义转换PP 我们直接看环弹面嘛 比如这里F是吧 它有四个函数 当我们调用F5.6的时候 5.6是一个double形的 那么double形的我们看 这G下面这个是GPP的 是吧 他是GPP的 是吧 因为第二个参数可以省据 所以这个PP的其实是他 然后再来看这个 一个是3 一个是5.6 一个是inter型的 一个是double型的 那么inter型 double型的 double可以组合成inter inter也可以组合 会组合为double 那么这个是呢 这个这个两个函数都是PP的 这函数和这个函数都是PP的 所以两个同样PP的 两个同样PP 这里实际上没法区分 所以就产生这个问题了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把这个来印证一下 就是fintint 我们函数里尽量来空吧 3.0.4 3.0.5.6 3.0.5.6 是吧 这样 我们来自身他 他这里就说了 f有两个存在有相似的转换 就说 f在调用的时候有两个函数 都有都可以进行相似转换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5.6可以转换成inter 那么这个就调用他了 3也可以转换为double型的 那么就调用他 所以有两个相似的 他没法区分 并器呢就播出了 所以跟刚才我们看到 重担解析的结果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这一唯一的 追加PP的函数 那么就PP成功了 还有一种就是 没有找到任何PP的 就四餐和行餐根本就没法PP 那么PP失败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可以找到多个PP的函数 但是呢 没法区分谁是追加的 这个也是失败了 就是刚才那个没法区分的 我们可以用强制类型转换 比如把一个变量总化为什么 总化为inter 比如第二个总化为inter 那么他就调用 都是inter的参数 我们也可以把第一个inter 总化为double 那么他就会调用 都是double的这个参数 四餐和行餐这个PP 按照优先次数确定下面 有四种进行第一种是进去PP 进去PP就是什么 无需任何例行转换 就是四季参数和行则参数 不要做任何例行转换 或者呢制作平凡的转换 所谓平凡的转换呢就是 比如数字名可以自动转换成一个指针 函数名也可以自动转换成函数指针 是吧 t也可以自动转换成constt 是吧t和constt也是不区分的 这个就是微博做到的 相当于叫平凡转换 这种叫进去PP 第二种PP呢就是提升PP 提升PP就是把小整形的 总化成比如大整形 是吧 伏领数小伏领数 总化成大伏领数 比如chr onsign的chr 什么longshort 可以总化成inter float可以总化成double 是吧这个叫提升转换 比如这个 比如这个finter 是吧这个fshort 是吧一个是inter一个short 然后我们看 这里一个字符的时候 那么这个chr呢 它可以提升为inter 所以在这里调用的这个是inter 就是这是小整形都会一列转换成inter 这种叫提升转换 第三种呢就是标准 转换PP 就是说除了提类型提升之外的 任何算术类型之间 可以进行相互的转换 比如inter和double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inter和onsign的inter呢也可以相互转换 还有每一句类型到算术类型也可以进行转换 还有percent的指针可以转换成智力指针 这个li我们今后会讲到 还有这个有力型的指针可以转换成无力型指针 比如inter型的指针可以转换成void型的指针 是吧这个叫标准转换PP 第四种就这边最低的就是自定日例行转换 这个我们讲到li的各种函数和例行转换 运动符的时候 会讲到这是自定日例行转换 好绝合我们要说明一下就是 在重拆解析的时候我们需要 食餐对行餐进行初始化嘛是吧 进行PPPP就是 需要进行用食餐对行餐看能不能进行初始化 那么食餐对行餐初始化的过程 和冰量的初始化的过程是一样的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这个和const相关的 就是我们可以用const和nonconst对象的指针 去或者语用去初始化const对象的指针 但反过来你不能把一个const对象的指针 和引用去初始化 nonconst的指针或者引用 这个在冰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我们冰量里面的 const和nonconst的指针关系 const的对象可以用nonconst的对象初始化 所以这个const对象ci可以用 他在这里是用了const对象初始化的 是吧 他也可以用nonconst对象初始化 我们看下面哪一个 比如这个j const是用nonconst是吧 这个三是const 就是const类型的对象 可以用const的类型地上初始化 也可以用nonconst的例型 比如这个初始化 同样nonconst的对象呢 也可以用const的对象初始化 这样看来好像都是可以初始化的 这个是和这个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设计了指针和引用 就也需要周始化 是吧 const的对象的引用 可以用const和nonconst的初始化 比如这个const类型的引用 可以用nonconst对象 const对象 const对象 这个也是const对象去初始化 但是反过来 普通的nonconst对象的引用 就是r不能用const对象初始化 也不能用文字量去初始化 就是在这里就是需要注意的 是实际上引用和指针的时候 只能一个方向 是吧 就是const的对象的 引用力量 可以用const nonconst去初始化 但反过来 nonconst对象的这个引用 不能用const对象去初始化 同样地区指针也是一样的 比如const对象的指针 可以用什么呢 nonconst对象的指针 是吧 和const对象的指针 去初始化 但是用文字量在这里不行 因为文字量没有地址 这个需要注意 也就是一般来说 const对象的指针 可以用const或者nonconst去初始化 但反过来 一个nonconst对象的指针 比如inter型的指针P 不能用const对象初始化 是吧 比如 这个cp是const对象的指针 是吧 j也是的 j是const对象 那么这个取地址就是const对象指针 也不能对 他初始化 就这个和引用是一样的 这个是普通必量 那么对函数也是一样的 是吧 函数的形成就像是必量嘛 是吧 色参就像对他初始化 所以假如我们在函数里面 是就这样 比如inter型的指针和引用 你就不能用 什么 const的对象的 这个是什么 nonconst的对象的指针引用 你不能用 const对象的指针和引用 去替他们初始化 但是反过来 这个const对象的引用 那你可以用 nonconst和const去初始化 所以我们下面看看 下面这个 fung i i是inter 加上这个是取地址 说明是指针 inter型的指针 而i呢是这个是科技的 但是我们看这个就不行 为什么ci是const 是吧 这个是const的对象的指针 不能用来初始化 这个nonconst的对象 是吧 这个和b量的是一样的 同样这个 引用 是吧 这个i是普通的b量科技的 但是这个是 ci是const的对象 那么他不能去 对他进行初始化 是吧 但是科技对g初始化 是吧 只可以用它来初始化 是吧 只可以用它来初始化 同样在这里也不能用文字量 初始化 是吧 是这个 只不能用conconst对象 也不能用文字量呢 对于这个 nonconst对象引用 和指针初始化 我们这样 ui对它初始化 ui是类型本质 是吧 这个和conc没关系 ui的类型 是onsigned ui 而这个fung呢 是这个int型的 是吧 两个不一样 然后g 我们看g是const对象的引用 它可以用任何的文字量 conc nonconst对象去初始化 你不能用conc的对象 或者文字量 去对它们进行初始化 就这个 其他的都可以 然后根据试餐 对这个行餐初始化 是吧 也没有 进行什么类型转换 什么标准类型转换 这几种转换 我们去听批评程度 是吧 如果有同样匹配程度的 有两个 那么就才能矛盾了 是吧 如果这一个就成功了 好 这就是函数的重在解析 最后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 一个特殊的函数 叫inline函数 也叫列宁函数 什么叫inline函数 就是一个函数的声明前面 我们加上了inline这个关键字 那么这样一个函数 就称为inline函数 inline函数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 并且在 对inline函数 就是列宁函数调用的地方 会直接用函数里面 代码替换掉这个函数调用 比如在main里我们调用了add函数 正常的我们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但是因为add是inline函数 并且呢就会 用add里面的代码替换掉 这个函数调用 这里就变成return3加4 就它直接把main函数这个代码呢 从从函数调用语句呢 就变成这个hand add函数里面函数代码的块全部拿过来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就避免了函数调用的开销 我们说函数调用的时候 需要保保护现场 是吧 当这个被调用函数之前完之后 还要返回到调用函数 比如被调用函数 在自行main函数之中我们遇到了调用 add函数 我们会进到add函数函数 在进到add函数之前要保护一下现场 是吧 然后add函数这个退回来之后 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当时自行的地方 所以这个函数函数是有开销的 如果我们把它生平成inline函数 便是会把函数调用 直接展开成 用它的代码展开 这样就避免了函数调用开销 可以提高程序的自行效率 这样一个过程就叫做列凝 展开 就说将函数列凝数调用 用函数的代码替换了 当年替换 它不是这些硬的替换 不是这些litoring xy 在这里你要根据xys34 它就变成litoring3加4 有些人说了 那智能价inline 有这么多好处提高效率 我是不是所有函数前面 都加上inline 把它变成列凝函数呢 这个你语发上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 你加了inline函数 编辑是不是一定会帮你 进行这个列凝展开 规定是吧 它要根据这函数是否复杂 是否包含循环体等 它决定要不要展开 是吧 如果它包含循环体 或者函数代码太复杂了 它就不会做展开 因为那样展开 容易产生错误 所以它就拒绝展开 所以编辑器是非定保证 进行列领展开 如果能展开 当年这个效率高了 是吧 如果你函数里有一个循环语句 函数里比较复杂 它编辑器一般的不会展开 是吧 就是你声明它是inline函数 好 这就是inline函数 今天呢我们就讲了这 下一讲我们讲 介绍constexp这个关键字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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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